今天是世界粮食日 这几年因为全球气候不调 导致许多国家出现缺粮的危机 正业上人在今天的志工早会上提到 现今我们面临气候不调 粮食短缺 我们更应该珍惜食物 不要浪费 学习缅甸农民日存一把米的行善精神 在平安的日子里 戒慎前程提高警觉 能平安地过的日子 更要感恩 进入深秋 太平洋海面依旧出现台风 包括暴风半径和强度都在增强中 全台民众不可轻忽 天地不调 人人都需节慎 近几年来 总是到了深秋或者是初冬 都还会有台风形成 这都是气候不调 那这我们要实时请求 慈激人爱的能量在全球各地 美国长岛人议会举办议诊 服务少数族裔的民众 菲律宾议诊中心定期眼科议诊 帮助眼疾和白内障患者冲进光明 真的很感恩 人世间总是需要 要有爱 这种爱的能量 不管在哪一个国家 都是可以 发挥 气候异常导致全球粮食危机 在缅甸 现在原本该是秋收的季节 却因为七八两个月的水患 农民收割计划全被打乱 刺激与政府合作 发放稻种 祝农民复耕 今天是世界粮食日 要我们好好地提高警觉 我们的生活 不是说 秋春期就有饭来吃了 真正的我们要想 来的不易 利弥低游 都是来的不易 大家要好好丁销 爱的能量汇聚 没有完成不了的事情 这样善的循环 就是进化业的事情 不是做不到的 一定要推动做就对了